哈喽大家好 好久不见的开箱视频又来了 欧书丹的限定礼盒 包装好好看 如果是那种DIY能力很强的朋友 应该可以把这个盒子DIY成别的装饰品 倒了就算了 我还是先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 首先是这个冬日限定橄榄树下 陈光叶护手霜 感觉涂上这个护手霜 风吹过就是清晨橄榄树叶的味道 也是那种非常舒服的味道 它的质感我是觉得不会非常的厚重 反而很清爽 不完整手不会很油腻 感觉也不会沾头发枕 还带着一些柑橘和姜的香气 好喜欢 然后另外一支就是日落虎 霍虎手霜 然后闻一下味道 这个应该是会偏木质補表一些 总变完很舒适很温暖的感觉 感觉带着点奶香像是进入了面包店 然后也很像是朋友们给的温暖的拥抱 它们两个都是冬日限定的包装 我还蛮喜欢的 看着就比较有节日的感觉 像快快进到圣诞节 护手霜的护手霜我还是用了很多年 它这款有5%的护果油可以长时间的保湿 涂起来也不会油腻 冬天的小刀刺我觉得都可以靠它了 我用护手霜还算是比较勤的吧 在冬天可能在室外带的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一洗手最好就要立马涂上 手部的保养也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不要忽略 我们看一下现在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 这个是沐浴露 我觉得天气冷了 如果只有沐浴露的话 虽然会有清洁的效果 但是我觉得会偏干 但是这款沐浴油我就觉得还蛮棒的 洗完它的润和它的痰 我觉得是普通沐浴露是洗不出来的 但是它的清洁和滋润皮肤的效果 我觉得又能同时达到与不会担心会粘腻的假花 骨化的很快也很好洗掉 这个也是冬日限定的新味道 叫做午后青懒 上面也画了橄榄花 闻起来也是好温暖的味道 我也空凭了很多 欧树丹他们家经典甜变桃的这个沐浴油 也是常年会不获的一款 还有吃鸡乳 每次我洗完澡吹完头发的时候都在想 什么时候可以发明出可以自动吹头发 就可以涂身体乳机器 但是这一步真的不能少 虽然洗澡用的沐浴油很滋润 但是尤其是像我们在北方 天气越来越冷 肌肤液越来越干 洗完澡我觉得还是一定要涂身体乳 不然就会非常的尴尬 但你涂裤子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些白白的小皮 今天收到的这一款是冬日限定款 午后青蓝变桃身体 他们家的身体乳 我觉得今天一款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 我之前也有自己摆过 这款也添加了甘板花 然后是花香加奶香的味道 这个味道我给你讲很神奇 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幸福 好香 我喜欢 然后我教大家一个就是独家的小妙招 就是洗完澡的时候擦干身体 不要偷懒 要先快快的把身体乳涂上 皮肤还处在一个比较偏温暖的状态 我觉得这样会更好吸收身体乳 包括它的味道也会持续的更久一些 然后这个礼盒里面还有一个小帮巾 我觉得还蛮好看 让我打开给你们看 我非常喜欢的紫色的元素 它是不是可以当铜巾 也可以当丝巾 也可以绑在包包上 也可以用来包送给朋友的礼物当装饰品 也蛮不错的 因为现在到冬天了 其实人的状态也会 因为天气相对来说有心的 我觉得用一些有大自然味道的物品 可能会让人更开心 感觉更温暖 欧洲丹冬日限定橄榄树下礼盒 可以一步到位 不管是买给自己 还是送给朋友 当然冬日暖心礼物都很合适 好啦 今天我就先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可以做一个甜甜的梦 每天开心哦 拜拜